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无心简陋 今天无心给大家拿出一件奇特的收藏 没错,就是你们眼前这个不起眼的木板 这个木板有什么可收藏的呢? 其实这个木板蕴含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 这个藏品怎么来的呢? 有一天我在欧洲的跳踏市场买到了一支钢笔 后来我把这支钢笔发到朋友圈 结果我们当地的一位没见过面的大哥 非常喜欢这支钢笔,想和我交换 后来我拿这支钢笔来到这大哥的仓库 这个大哥是专门下乡收获的 我就在仓库的角落里偶然发现了这个活字印刷板 于是这位大哥就拿这个活字印刷板和我的钢笔做了交换 大家肯定说,活字印刷不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吗? 其实大家现在感觉这个活字印刷距离我们现在生活非常遥远 其实倒退几十年,这个活字印刷就在我们生活之中 这个活字印刷板其实就是由这一枚一枚的小木块组成 我们看每一枚的小木块上都刻有一个繁体字 我们看这个繁体字是似曾相识的四字 我随意拿出个字考考大家 大家看这是什么字 其实突然一看真的很懵 其实这个字就是驴 我们看这是什么字 一个米加一个梁 其实这个就是梁式的梁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这个收藏品里包含了不少知识 那这个活字印刷板究竟怎么用呢? 首先我们在活字印刷板上刷上墨 再将纸铺到已经刷好油墨的印刷板上 然后用刷子在上面刷就可以了 活字印刷是北宋庆历年前 由一个叫毕生的人发明的 反正肯定不是韩国人发明的 这一点毫无疑问 我们拿出两本民国时期的老书 这些书籍应该就是用活字印刷的方法印出来的 与现代的书籍完全不同 但是应该是那种半机械化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一下我收藏的活字印刷板 活字印刷在几十年前就已经退出了江湖 做活字印刷的人早已经改行了 但是我认为活字印刷是我们珍贵的文化遗产 它不应该成为过时的垃圾 它应该以收藏品的方式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喜欢我这期节目的欢迎给我关注转发点个赞 谢谢大家